9月7日香港世紀暴雨 黑色暴雨警告持續16個小時 社區損失慘重 而極端氣候成為最新熱門用詞 香港歷來制度完善見稱 但凡天災無論公司兩方面都有保險保障 但遇到罕有的先例之下 如何更新 認知和標準呢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特報解 9月7日香港一場世紀大暴雨 令到香港的社區很多損失 亦都有很多禍害 於是在人物 人身安全 和財物的保障 保險那裏 哪些賠 哪些不賠 很多疑問 那就請專家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如何看待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對保險的保障問題了 今天我們的嘉賓 香港保險業聯會 火險公會主席侯白軒先生 Kleman 侯主席 我們說起這場大暴雨 很多市民有很多問題 車浸了又如何呢 停車場浸了又如何呢 等等之類 首先我想說 有一個市民比較新鮮的名詞 就叫做極端氣候 我想請教 在我們的保險條裏裏 保障 黑雨 紅雨就應該有的 但去到極端氣候有沒有呢 好 麻煩你程先生 其實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在說極端天氣 極端天氣這個題目 其實一直都存在 這幾年都比較多說的 但在條款上 他們會不會用到這個字 其實可能會比較少一些 剛才你說得很對 就是大部分的保單 可能都是主力 都是說用颱風風球的風球 或者你說黑雨 紅雨等等 去演繹這件事 那你說是否會歸納所有 所以都是另一個新的詞 會叫做極端天氣 在所有保單上出現 暫時還未出現 但那個意思 就跟我們說的 普遍港的風球 還有一個黑雨 還有暴雨警告 其實都是相關聯的 是 香港很講制度 很講條文規定 於是我也留意到 去到極端氣候 政府都不敢說得好死的 政府最多是說 我們不鼓勵那些人上班 如果你說不准 或者你說要那些人上班 就有一個責任問題 出了事 沒錯 現在來說 某程度是因為它不是一個 像黑雨 紅雨一樣 很清楚界定的 實際上也很難界定的 這種情況之下 這次的暴雨 你心目中 你知不知道 你聽到甚麼說法 就是顯示了甚麼地方 是所謂無法覆蓋 或是會有憎怨的呢 其實程先生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當然支持現在 大家在社會上很清晰 有紅雨黑雨 也有颱風的訊號 其實保險 其實其中一個很大的作用 就是保障一些天然災害 所以這個極端的天氣 其實在保險的 在涵蓋的範圍裡面 其實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其實正正保險 就是要保障一些意外 大家預計不到 天然災害到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你說下雨很大 是的 引致到 譬如有些 剛才提到 有些地方 可能客戶 可能貨物浸濕了 或者等於這個汽車 剛才提到的 譬如說那些汽車浸了 當你如果有買到那個燃縮的話 基本上都是應該要涵蓋得到的 因為這個天然災害 不是一些除外的責任 我們常常很喜歡說 exclusion 就是不保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說這樣的 因為其實天然災害 就正正要靠保險去幫助 這個都是保險 如何可以社會發揮公用的地方 所以我應該這樣說 看看能不能回答程先生的問題 那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家父已經過世 我家父都是做保險的 所以都是略之一二 可不可以說一個邏輯 保險的邏輯就是 你應該說不是exclusive的 就是應該除了哪些 哪些不保之外 都保的 還是不是 除了這些保之外 其他都不保的 應該是前者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這樣回答 應該說其實兩款的存在都會出現的 不過很多時候大家現在普遍的保單 我們經常聽說傳險 其實就會跟你剛才說的情況很像 如果不是在除外責任 基本上其他東西都應該要保障 這個就是傳險的概念 我們叫做ORIS 這個就叫傳險 當然也有一些保單比較舊式的 他可能就會說明 我就是保這幾款事件的 但你譬如好像今次下的暴雨的情況 或者一些水浸的情況 其實如果在財產的保單上 應該都會涵蓋得到的 所以這個 因為他無論用剛才那種比較舊式的 他也會有說一個受保的風險 就是這個水浸 另外如果是傳險的話 其實他就已經包了所有的風險 除卻的責任 除卻的責任也沒有說不包這個水浸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上就應該會 所以這次我們不是太過擔心 保障那裡會有個縫隙 就未必是這個 有沒有這個雨災之後 航來有沒有收到很多 就是我們剛才你說不用擔心 就是有些人擔心的爭議 查問等等有沒有多了 確確實實 在今次針對暴雨 我自己的經驗 我看到那個查問也不算太多 是 就是說因為其實水浸這個 我們保險經常都說一件事 就是看近因 今次發生的事情 近因就是一個雨 亦會衍生到水浸 或者可能有些稻冠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很普遍 在財產保險的 受保的風險來的 是 所以其實你問我 我自己看到這幾天 有不同的人都會打電話給我問 我也不覺得有太多 大家太多人說 會不會不遮蓋或者不保 反而會是說災後如何處理 究竟我們怎樣報告 反而會多些問這些問題 是的 那現在會希望這幾天 就變成了行家就很忙 很忙碌 變得多了這些例子 是不是 都可以這麼說 其實我們行家都忙 所以今天我都為何不能夠直接去說 可能要上網上跟你談 是的 是會比較忙一點 因為我們都要處理 譬如有不同的客戶 報到進來 剛才你說的汽車那邊 有些狀況等等 其實這段時間是行家都忙 好了 去到人身安全的問題 譬如有些我看的報紙說 在網上說 這個壓鴿就說 第三寶你的車出事 第三寶不遮蓋那些什麼的 你說不是的 是蓋上的 不如幫我們解釋一下 怎樣看呢 剛才程先生說到的 就是汽車保險的部分 因為汽車保險 大家很多時候就會知道 就是普遍都會知道 有分全寶和三寶 全寶就會包括了 包括車身的損毀 和第三者責任 第三寶就只包含第三者責任 就是法定的部分 當然 其實如果好像剛才所說 今天說到這幾天發生的狀況 有些車浸在路上 當然都是全寶的車 才會有保障 第三寶就包含全身的 這個我可以清晰多一點點 就是你有買到全寶保障的話 汽車的車身那部分的東西 其實都應該是保障範圍內的 是的 現在我們正在說 剛才你也強調 就是保障那些自然災害之下 出現的損失 但是現在來說 基本上我們看不到很多例子 是因為停車上有些甚麼 失當的設施 令到水浸 或者路上 因為某些特別的人為的原因 令到出現意外 其實也不是這樣 都是因為水實在太大 但是雨實在太大 所以不會出現一個 其他人為原因的理由在這裡 所以就應該問題不大 如果又涉及到人為的因素的話 是不是就要考慮了 要另作考慮了 是的 這也是保單的精神 就是說若果有一些 其實是 因為這次剛才程先生說得很對 就是這次水流流得這麼快 流得這麼大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天然的災害 所以在這一部分 可能有大部分的個案 其實都是根據這個原則處理 當然你問我 可不可以 會不會說有一些地方 譬如在管理上會出現 譬如有些責任 其實現在 我們真的要去到每個個案子看才知道 就是每個個個案去看才知道 但是這次這個狀況來得這麼快 這麼急 有很多 譬如這麼說 或者一些店舖 或者其實已經做了一些防水的措施 但可能都未必做得足夠的 或者浪 可能那些水太大 是的 這個其實都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 所以我看到這次的個案裡面 其實普遍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天然災害的角度 去入手 是比較普遍的 是 有些實例有些爭議 有些引起大家關心 例如洪山半島 它催泥催催催催地基 發現有僵建 那這樣是不是有得爭辯了 這種事是否需要特別處理 其實各個個案 確實實的原則性就是 保險其實不會補一些違規的行為 沒錯 當然發現了違規的行為的話 其實會令到它那個索償那部分 絕對會有機會 當然要看哪個責任 亦都可能會看到保障的索償 可能會有更多調整 或者甚至不能夠受理 這個是這樣的 但當然 剛才程先生你講的例子 我又沒有親身去現場 也沒有看過其他事情 我就不方便評論 對 不過原則就分享了 原則就分享了 保險的概念都是補一些意外 如果確實有一些不合規 不合法的話 其實絕對會影響索償 就是一定是原因很重要 引起那個意外 是真的意外 沒有混合到其他人為的因素 那件事就很簡單 處理上理賠也很簡單 可以這麼說是嗎 沒錯 剛才你講的很好的概念 因為保險我們經常在講謹慈 其實那個事件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引致 在今次的事件上普遍來說 我們在看的近因 都是因為一個很大的雨量 一個有些水的原因 所以其實這個近因 都是一些保險 很基本要保障的事件 所以李華豪剛才也問到 會不會有很多討論 很多位置 反而其實不算太多討論 就是客戶的查詢 不是戴著 只是這一部分 是的 好 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聊天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特報》解 我們今天有嘉賓 是香港保險聯會火險公會主席 侯白顯先生 Kamen 我也是有興趣 趁機追問 就是剛才休息前你說起近因 近因很重要 今次託內就沒有一些舊樓 即是長遠失收的舊樓出事 假如有一個舊樓 長遠失收的 政府都給了驗樓令 要維修的 好了 因為大吉利市 塌了或出事 這樣的情況之下 個案子怎麼看呢 當然這個是假設的 這個假設性其實都 程先生這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其實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那個近因 當然今次事件 真是一個大雨引致到 其實大雨跟這個 這麼不幸運的一個倒塌 是不是有一個直接關係 其實這個 真的要去到那個案子 就是在個案上去看才能看得到 但是就是說 我想在保險的精神上面 我們都是想幫客戶手 因為其實剛才你涉及到 究竟是大廈那部分的公共地方 還是個別的小業主那部分 其實都在不同的保險上 可能涵蓋範圍都有些不同 其實比較難一個而論的 因為其實如果去到 剛才說到這麼極端的狀況 一些倒塌 其實會有 保險公司通常都真的會找一些 第三方 譬如公正行等等 去看看究竟整件事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那麼在那個原因上 會不會是跟一些什麼原因呢 甚至好像剛才我們討論到 有沒有一些違規的原因呢 會不會令到賠償有些調整呢 那麼這個會比較難一些 他一次過概括說 但是你起碼知道 程序上會是這樣 就是說 都會找個第三方去做一個評估的 那麼評估完才再看看 各種原因是什麼 那麼當然可能 很大機會 就是這個水 或者一個很暴雨 或者一個這樣 我們今天談的極端天氣引致到的 那麼其實 一些天然災害的話 其實都應該是天然災害 都是我們其中一個保險 很想要保障的地方 那麼所以 每天比較複雜一些 不過我想程序會大概是這樣 那麼也會找一些公正可帝三方來幫忙 沒錯 即是北京是個別案件 要個別處理 不可以一個而論 沒錯 去回人身那裡 假如… 我不是劉難你 我用極專例子 例如一個僱員 政府說 我不鼓勵僱主叫人來上班 不過真的有一個僱主 就鼓勵要求你上班 那麼你走出去真的上班 結果橫風橫雨 又不是黑雨的情況之下 不過又很大雨 是吧 黑雨有標準 這樣的時候 你極端天氣 譬如說那天7日 我自己在深圳過來 黑雨是11點鐘 9點10點已經很大很大很大雨 那天不是黑雨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僱主叫員工上班 結果出了一次 有沒有爭論 怎樣去追究 因為沒有界線 對嗎 其實程生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是有些界線在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因為其實勞工保險 都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去處理 其實僱員補償條例 其中一條 在5F也有提到 就是一個惡劣的天氣 當然也提到八套風球或以上 或者是黑雨和紅雨的狀況 要上班 因為勞工保險保障的 就是一個因工 其實因為因工的需要 需要上班的話 他由他的家 去回到辦公的地方 這一部分 來回這四個小時 前後的四個小時 其實都是屬於 僱員補償條例裡面 涵蓋的範圍 就是剛才我說的 惡劣天氣那部分 在條例上也寫了 因為他有特別擴充 去說這些事情 所以這一部分 其實如果這麼不幸 有一位僱主 就是真的叫了一個同事 黑雨要回來 好 茶餐廳幫忙 因為我們會開門 而剛好在途中 剛好回來的途中受傷 其實基本上 這個在法例上 都已經是說了 是僱主的責任 這是在條款裡面寫了 所以勞工保險 也會因應的事 這個是說的是黑雨 以及會有惡劣天氣 這件事 如果真是觸自失的話 它又不是黑雨寧下 不是黑雨行駛的時候 天氣非常惡劣 政府又叫做極端氣候 我轉牛角尖 會不會引起爭論 大家有得爭論 會不會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說 合約精神也是說文字 文字上確確實實 是沒有用到極端天氣 這四個字 你問我 會不會過後續 會多些討論 或者要補充 這個我都可能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這個一定會有討論 當然也去到實際的情況 就是說其實市場上 也都有一些條款 也都幫忙補充 由上班到家 直接上班到上班的處所等等的保障 所以這個也要看大家 在個安排上 會不會有 有沒有去補充這些部分 但是針對剛才說的極端天氣 這四個字這個模式 當然我們現在 大家看到的這次狀況 都是跟黑雨、紅雨 跟颱風這個狀況有關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摸索中 大家都是摸索中 不過字眼上 確實是沒有特別涵蓋這四個字 不是一個引號說著這四個字 是 我們跟一些氣候的專家談過 或者政府官員 會提出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大的氣候 宏觀的氣候 造成對社區很大的衝擊 即是回想到70年代的時候 六一八水災 觸動和度塌樓 由此產生一整套的 譬如處理邪波的標準制度 現在 時不時有些 好像今次那樣 世紀大暴雨 政府就會開始想 我是不是要想想 要調整所有跟這個有關的那些條例 尺寸 包括細度那些去水渠 要是多闊多窄 都要重新去檢視 即是去到我們保險業 聽你說好像沒有太多人投訴 但面對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一個預先的超前看法 會不會都要考慮檢視條例 有沒有需要更新 明確地要遷就這種 我們姑且叫做極端氣候 這個狀況 是超出了黑雨 紅雨 黃雨 爆風球那些 會不會有檢視呢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大家市民都很喜歡說 聽到那些字眼 就是五百年一遇 這個是說一個機率的問題 即是一些數學上的機率的問題 這個不是說 這麼不幸運今年發生過一次之後 接下來499年都不會再發生 所以其實整個情況 這個所謂五百年一遇 就是機率現在越來越頻密 我想大家有看到 我們其實都很密切地留意著氣候的變化 即我們的行業都有留意著 因為我們都是在後面保障整個社會 所以氣候的變化 這件事如何衍生到 其實譬如在我看到今次的狀況 就是早了通報 可能是一個颱風的時候 可能已經不同的地方 已經有一些風險管理的東西 下了水閘 其實已經幫助了很多 所以其實整件事在前度 你問我如果我做保險的話 我其實希望第一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先沒有損失 因為你們損失之後再去找保險公司拿錢 那當然最好在前面已經減少了風險 所以其實是風險管理的重要 所以在我們的業界上 我們都頗著意去看氣候的變化 剛才我所說五百年一遇 那究竟會不會將來的氣象學家 或者數學家 會將變成五百年一遇的東西 其實可能現在發生機會 多了變成二百年五十年一遇 二百年一遇 那這個後續再說 但是會變得到這個天氣的變化 其實是會令到這些風險多了 令到即時我們都自己 這個業界我們都自己有檢討 亦都跟天文台有些商討也有談過 就是現在可能下雨少了 但每一次下雨就會比較大規模 所以這個也是整個變化的氣候 每個業界無論不同的行業都是 剛才程先生說得很對 政府部門會有工作 那麼我們業界也是拔切留意這件事 因為都影響息息相關 影響每一個香港的市民 這是真的 你可以大可放心 因為我們剛才跟氣象界的科學人士談 他們極不贊成用五百年不遇 因為很難計算 有些人開玩笑就說 不是開玩笑是正經的 天文台也百多年歷史 對嗎 那你如何檢查到清朝的時候 哪一場雨又大於現在 這場是嚴重還是那場是嚴重呢 這不是一個科學的做法 都是要看看具體那場雨的雨量 所以我相信大家例是這些大的災害 一單一言不多 沒錯 我相信香港的立法機關 例如立法會 都可能會審視 所有的安全係數 那些法例 那些條例 跟安全有關的那些 都可能會調整 我們是否行業 除了我們自己的評估之外 都會看著政府這些法例的變動 那些尺寸分寸的變動 有所調整 是否這樣 絕對會的 剛才程先生 你說到譬如 在極端天氣這個通報之後 究竟會不會長遠 如果在法例上等等 有調整的話 其實我們 因為背後都是支援這些 比如你剛才說到那個勞工保險 所以其實 條款上的事情 其實都會相應這樣的調節 當然看看整個社會 有時候在區道 我們的變化會如何 但是絕對是 絕對是會密切留意著的 氣候的變化 還有一些在政策上 或者在一些 條文上的調整 絕對會 是 科學家跟你一樣的看法 就是呼籲大家 一個就是科學家說 你們快點大家支持 減碳 環保 這個 這個 但另一個 也都說就是 大家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就是現在地球變暖 這個 由於污染等等 造成那個氣候的變化 就是以往那種常態 可能已經沒有了 現在變成新的常態 那就是變成你要提高警惕 就是要準備 隨時準備要修正 要應付這些氣候 所以我想所有行業 包括保育業 都是會因此而要做調整的 都要準備 沒錯 絕對是 因為剛才我講到那個 就是說 現在可能 好像大家的感覺上 下雨的次數少了 但每一次一下雨 可能會比較大了 這個 這個影響著 大家 無論 少到自己的小市民 你會不會 帶著一把車出去 或者可能一些 財物怎樣保障 會不會有 一些水閘等等的東西 等等的風險管理的東西 其實可能 不幸運地 其實可能會用得多了 但這個意識 我相信 在經過這幾次的 比較大型的風球等等 其實我覺得意識 是慢慢提升的 氣候變化 大家也都見得到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想我們的業界 都挺著意這件事 是的 我相信這一次 又不會 因為這一次 就立即 馬上要急於做些什麼調整 不過 引起大家的警惕 這個是真的 沒錯 我也希望有機會 聽一下 例如再過一些時間 過一段時間 看回這個水災引 這個雨災引起的影響 對保險界 對保險的保障問題 有沒有一些新的 出現一些新的爭議問題 都很想有機會 聽一下Carmen跟我們介紹 有機會我們再談 好 今天謝謝Carmen跟我們聊天 謝謝 謝謝 時事大波界 下回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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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